沒有 大概要10分鐘 煮滾10分鐘 這個藥材就不要下去 我們只要濾它 只要湯就好了 對 只要濾它的湯汁就好了 菜姐又要偷夾火了 是的 那妳一般不是要濾掉嗎 對 那我們如果有這樣的武器 我們就直接這樣倒進來 好 妳看 自動幫妳 對 把藥材都濾掉 然後大概先用一點湯汁 來熬它就好了 其實我們剛剛像花椒酒下去 螃蟹已經紅了 對 它已經害羞了 是 淋紅紅 對 這樣有沒有很冷 好啦 但是其實今天我們這樣子 也算是非常的輕鬆 因為一般大家真的喔 妳說現在很流行 秋天吃螃蟹秋天吃螃蟹 事實上妳到餐廳 那種那個一買 就是一點之後啊 整桌料理真的都是很花錢的 對不對 這螃蟹非常 就在外面吃非常貴 這一吃少說要800到1200 對 就算妳到漁港去吃 妳點完了生的那個料理費 妳加一加其實也是覺得好貴喔 那常常我們吃這樣一套套餐 到餐廳高級兩千多塊都跑不掉 真的 對 好那今天其實剛剛在節目一剛開始的時候 有教大家怎麼樣料理螃蟹 那事實上妳去挑螃蟹的時候 也有一些撇步喔 包括我們剛剛講說 妳當然要先戳戳她的眼睛 妳第一個步驟就是先摸嘛 先戳一下她的眼睛 看看她有沒有活動力 這很重要 第二個步驟人家是說 要先墊墊她幾斤幾兩重 可是這個幾斤幾兩重不是一秤就知道了嗎 也是 但是妳在挑的時候 妳不能每一次叫老闆幫妳秤一下 所以妳自己要秤一下她的重量 而且人家說妳用手秤的時候 妳感覺得出來那個裡面蟹膏或是蟹黃的重量 那個跟妳秤出來的重量感受又不同 對 而且像九尖十元 就是說妳九月最好是吃公的 然後十月的話就吃母的 有這樣子分喔 對 因為九月的時候就是公的 它差不多都是養精蓄銳好了 那妳如果到十月再來吃公的話 它就都已經 都已經辦完事了 對 它已經準備要休息了 下班了好不好 收工 對 所以其實人家講沙公沙母就是這樣子 就是妳要挑對季節 對 那這個季節來吃是最好的 最好的 對 那另外就是第三個步驟 我們剛剛講摸 摸完了之後 秤 秤完了之後呢 妳要聞聞看 對 人家說新鮮的螃蟹 它就會有新鮮的味道 是 對不對 那螃蟹它真的營養價值很高 像維生素A B C都有 然後磷跟鈣都很豐富 鐵質也很豐富 所以應該要常常攝取 尤其在這個季節 真的 非吃不可 然後最後其實在這個螃蟹殼表面 妳也可以看看它的光澤度 對 用光澤度來判斷它新不新鮮 對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也在跟導播 這個我們導播是螃蟹專家 導播有講其實螃蟹它的這個 續航力算滿強的 對 就是它可能可以掙扎很久 所以其實即便是活的也有活的新鮮 跟活的不新鮮之分 大家要注意了 好 我們的螃蟹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剛剛這樣子把這個 中藥藥材的湯汁放下去熬 然後蓋鍋蓋大概是多久的時間 大概要6到8分鐘 6到8分鐘 螃蟹大小 那其實螃蟹這樣清蒸最好吃 真的 對 螃蟹人家說真的 你如果是新鮮的就要吃清蒸 因為你要吃清蒸 你才感覺出來那個蟹肉的鮮甜 可是清蒸也要清蒸的有方法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這個 清蒸啊 蒸不好的話 它的那個鮮味都跑掉了 對 今天我們這個蒸法是 你知道把鮮味都鎖進去 然後我們就把湯汁 對 蓋上來 好香喔 所以新鮮的螃蟹 它其實做出來之後 也是這個紅的色澤也很漂亮 你看就知道了對不對 好 這樣就完成了嗎 完成了 那我們剩下湯汁不要丟 對 對 繼續倒下去 對 就把所有的湯汁都倒進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做我們的麵線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 其實簡單的一個螃蟹 然後再加上那個麵線 就非常澎湃了 我覺得這種做法非常的容易 就是說 對一些廚房新手啊 像我剛剛真的看到螃蟹 我是手足無措的 就是 我就拿著我的筷子這樣子 然後在旁邊問蔡姐就是 嗯 有什麼可以幫忙 怎麼辦 有什麼可以幫忙 該怎麼辦 就是很無措 對 然後Windy都故意看那些藥材 對 我就問蔡姐說 然後蔡姐今天這個藥材 聞起來還滿香的 然後假裝不招螃蟹的存在 但是其實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很多廚房新手 你可能覺得要剪啦 要敲啦 要怎麼樣 你不會弄 這時候呢 整隻放下去沒有問題的好不好 對 熟了起來 你這個 直接把它弄開來吃就可以了 好 好 剛剛湯汁等於我們把那個中藥材的湯 都全部倒下去了 對 那我們其實我們今天做法很簡單 就是 整把麵線丟進來就好 嗯 之前蔡姐有教過那個 茄子麵線吧 對 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常講說這個做麵線呢 你會覺得要燙 要拿捏那個火候 是 但是蔡姐教我們的方法就是 丟下去就不用管它 對 那現在這一鍋湯汁就有滿滿的 那個中藥材的 的藥材味 對 很香很香 然後 還有蟹的那個原汁原味 對 所以千萬不要丟掉它 嗯 對 就這樣子去燜煮它 其實蔡姐每次做海鮮的時候 都有教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不管我們今天料理的是 是螃蟹也好 是蝦也好 因為我們都把鍋蓋緊緊的蓋住 所以這些海鮮的鮮味啊 全部都濃縮在那裡面了 如果這時候你把湯汁倒掉的話 你征服內行 一定要留下來 對 對不對 而且我們運用這樣子整個湯汁 而且我們麵線沒有先把它燙過的話 所有的湯汁都吸收到我們的麵線裡面 對 這個湯汁是精華耶 是 因為它就是有剛剛那個中藥熬煮的湯汁 然後又有螃蟹的湯汁 對 那我們就這樣子的麵線煮好之後淋上一點那個麻油就好了 而且我們剛剛那個麻油是有炒 就是有爆香姜片的麻油 對 一定要爆香 對 其實它滾了就OK了 再燜一下就好 其實更熄火了 先熄火讓它燜一下 又是一個煎燈減碳的方式 學起來 今天很輕鬆耶 對 所以今天的困難度只有前面 殺螃蟹 只有前面要把螃蟹處理掉這個部分比較困難 可是如果真的是害怕 沒辦法處理的話 事實上你也可以請那個老闆幫你弄好 對 沒問題的 好 我們燜一下下 待會兒就可以起鍋了對不對 對 現在可以了嗎 可以了 起鍋 然後我們淋上這個麻油 也是剛剛我們爆香姜片的麻油 對 好香喔 我們今天這樣子料理其實不到15分鐘耶 很方便喔 很快速 對 今天又再度創下紀錄了 所以我們是現在淋上去 淋一點就好 不要全部淋 淋一點 對 是可以看自己的口味嗎 對 然後拌一下就好了 來決定 然後這樣麵線也不會糊在一起 很香 對 今天的兩道料理有沒有覺得 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搭配 一個人吃也可以 是 兩個人吃也可以 一家人吃也可以 對 因為一個人的話你其實 當然你螃蟹你就買小隻一點的 或者是說 你就把它分幾次吃 是 那麵線這樣子一碗一餐剛剛好 對 好 今天呢 秋的蟹購跟螃蟹相遇在我們的廚房裡 兩道料理完成囉 對 對 對